哈囉大家好 我是火腿阿咪瓜 大家好 我是ASG的明亮的早晨 今天要介紹一下八版決賽愛里斯德拉斯的一些部分的改版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我們的影片吧 好 各位看到了這是阿塔達薩 是我們請ASG的他們來做一個副本的示範 那我們今天來看這個阿塔達薩呢 它是一個數千年來佔達拉歷代的帝王所埋葬的墓穴 其實也就是金字塔的一個概念 它在呢 半達拉南部的主薩達這個地圖的東邊 的一個叫做賈拉穆巴山的山頂上 與世格局 那我們玩家來這邊的原因是因為呢 黑暗勢力他的爪牙準備來腐化這些古代諸王力量 企圖用他的力量呢 來推翻這些戰達拉帝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副本呢 其實滿金碧輝煌的 畢竟是一些古代帝王的墳墓 金字塔的一個概念 這是副本的地圖 在《絕戰愛哲拉斯》之中呢 我們這次改版呢 新增了十個五輪地層 在《戰達拉》的故事線這一側呢 是阿塔達薩 朱王之棉 《幽暗聲庫》 《瑟沙利斯神廟》以及《驚喜震》 不過《驚喜震》其實是在卡戰 玩家是從《戰達拉》這邊做碼頭過去的 那《庫爾提拉斯》這邊的故事線呢 是《威奎斯特莊園》 《托達克自由港》《風暴聖壇》 和《波拉勒斯微城戰》 然後一個有個團本 是在《戰達拉》的《納茲米爾》 叫做奧迪爾 那這一次呢 改版呢其實呢 跟上個版本有一點點差別 在《決戰達拉斯》中 開場的十個武人副本呢 十個都有開鑰匙 不過《君靈天假》的十個武人副本呢 只有九個有鑰匙喔 一點點差別而已 那《波拉勒斯微城戰》跟《諸王之棉》 這兩個呢 是兩個聯盟跟《步步故事》的主線 所以他們是只有傳奇模式的武人副本 它是沒有英雄跟普通模式的喔 那這邊來說說 我覺得機制比較有趣的武人副本喔 一個是威奎斯特莊園 它裡面一個副本是五個王 它地點是一個大宅體喔 這宅體嘛就是有很多房間啊 有一樓二樓 有地下室 花園跟廚房 那每次來呢 它的除了最後兩隻尾王 是固定的 前面三隻王的順序不同 它的有些門是開 有些門是關 就像是幽暗地道那樣 不過呢 因為它的地形呢 不像幽暗地道 是平面的 你一看就知道 我今天從左邊走 我今天從右邊走 不一樣 你必須要想辦法找到說 你是要先打一王 還是先打二王 還是先打三王 上上下下 走樓梯走來走去 有可能會迷路 那感覺上 其實副本很小 大概十五分鐘可以打完 那 重點就是 你能夠在多少時間內 不迷路 那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五人本呢 我是覺得自由港 自由港就是一個 不管是傭兵啊 海盜啊 任何人都可以停住的港口 那在遊戲中 目前呢 是被海盜給佔領的 所以是一個充滿海盜的城鎮 那它其中一隻王 叫做船長議會 它這個議會呢 是要一次面對三個海盜船長 如果你一次面對三個海盜船長的話呢 其實呢 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傷害跟血量都會倍增 但玩家可以完成一些小目標 是與船長結盟 那現在呢 其中一隻王呢 就是要與 他的五個船員喝酒 喝酒 極度強烈的烈酒 你一喝你畫面有沒有糊掉 你走路就會搖搖晃晃 然後呢 達成結盟以後呢 這個船長就會幫你打 然後呢 就可以進而拓望 成功這個副本 我們看起來呢 已經快要到達一王的位置囉 請問一下你覺得這隻王打起來會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一個簡單的流程王 優先處理ADD 然後以及王地板 等一下看到小怪啊 你會看到地板上會有那些紅色的血池 就是王的大技能 等一下 你會看到 我們要去採那個腐化之血 然後來讓王吸血的時候 會受到傷害 如果身上沒有腐化之血的debuff效果的話 王吸我們的時候 王是會回血的 那剛剛那個閃亮亮金色的線就是吸血嗎 對 不過那是小怪的技能 等一下王是同時對五名玩家施放 喔 對地板上那個紅色的就是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開啟一王 那王本身他會有兩種buff 另外一種是王本身的增傷buff 要進攻驅散的職業 要負責 對王做驅散 否則王會增加百分之一百的物理傷害 然後現在看到場上這個黃金球 黃金球是優先該處理的add 可以看到手上影片中 我一個暈垂就處理掉了 然後王能量一百之後啊 王就會開始有 這就是注入吸血 然後五名團員 場上一定會有五攤血 每個人都一定要必須吸一攤 那場上黃金球的部分就是 我們玩家不該碰到 碰到之後會造成緩速效果 以及減傷百分之三十 那治療部分要處理的話 就是王定期會點名 其中一名玩家 有一個三十秒的魔法DOT 那應該由治療去做驅散 影片中就可以看到 術士身上那個debuff就是 那這就是一王的部分 看起來這隻王 並不會說非常困難 對 一個非常簡單的流程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討論一下鑰匙吧 說到鑰匙就要講到傳奇地層邀請賽 我覺得地層邀請賽是一個蠻成功的比賽 當然魔獸這次也不會放過這次機會 所以在絕鎮艾澤拉斯這個版本中 鑰匙就新增了主要就是新增了鑰匙賽季 鑰匙賽季就要講到這個詞綴 詞綴呢原本是三個 他現在變成了四個 以前呢四層第一個出第一個詞綴 狂怒激勇擠施暴濃血 六層呢出第二個 是壞死輕浮重傷火爆陣地跟火山 十層呢出現的是強悍跟暴君 在改版以後呢 新的賽季呢 強悍跟暴君呢 是移動到了M2的位置 也就是鑰匙開場的詞綴喔 就會有強悍跟暴君 這怎麼有點死掉啦 對這就是我們失誤的部分 王的房間下來之後會有三道火焰陷阱 那我們一開始沒有注意到 然後直接燙死了兩名 那我剛剛講到哪裡啊 就是開場就會有強悍跟暴君 那十層的位置現在就空下來了 那十層的位置呢 他就放了一個叫做賽季詞綴 第一賽季呢 目前在測試服中呢 是叫做寄生的這個詞綴 他寄生的這個詞綴的效果呢 會使被寄生的目標呢 會有更加的危險 免疫控場 然後一旦目標死亡呢 寄生蟲呢 會從這個目標身上跳出 逃到其他怪身上 那這些逃到其他怪身上 這些怪呢是沒有加入戰鬥的怪 也就是說會強制ADD 那這些怪當中呢 可能也有已經被寄生的怪 那就會有複數被寄生的怪的存在 那可能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寄生蟲就越來越多 沒有處理好 場上越來越混亂 那寄生蟲是可以緩速控場 那就是取決於 玩家什麼時候擊殺被寄生的怪 然後呢 有效的去處理這些被寄生的寄生蟲 能夠處理好才可以避免 過多的ADD造成團隊崩潰 那除了鑰匙模式 大家最關心的 不外乎就是職業組合 職業的被動 基本上呢 坦補輸出三個關係呢 每個版本都職業有優劣 是一代版本一代神 這個版本死其坦 天下無敵 DH傷害很高 但是呢 到下個版本是怎麼樣呢 其實大家前夕就可以知道了 那比較會影響了 大概就是獵人的戰負 獵人戰負其實是被移除了 獵人已經沒有戰負的能力了 另外一個對副本比較影響 就是坦克的仇恨 坦克仇恨的變動 坦克仇恨現在當前版本 大概是坦克仇恨的傷害的十倍到二十倍左右的仇恨 改革表現後會剩下四倍 這也不用太擔心坦克仇恨變低的問題 因為呢 其實目前玩起來是還OK還OK 現在看影片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其實坦克仇恨並沒有所謂的太OT 只要大家不要做出太誇張的一些舉動 就是專門打一些坦克沒在打的目標 應該是不至於OT的 你看到現在速視變成了小迅猛 這次在傳奇副本呢 會掉落給薩滿的一本新人妖素書的技能 可以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打打 那你覺得 明亮你覺得 在打這副本職你是坦克嗎 那你對仇恨的變動有什麼特別的感想嗎 其實仇恨減低這部分是有感的 但是只是做一個相對手法改變 不像是以前無腦AEA就可以了 坦克現在目前我玩起來的感覺就是要 適時的切目標去做仇恨 那當然這也需要DPS的配合 比要在坦克還沒摸到怪 只要不是做太誇張的先出手 然後開大技能狂怪的行為 都應該不會OT 看起來已經到惡王囉 對 那這就是惡王的部分 可以看到開場 三個角落都有圖騰 這是幫王回血的圖騰 那這個圖騰的機制就是像 那個王做雙狗一樣 他會有一個回血 我們必須要同時把三根圖騰處理掉 然後來讓王轉入第二階段 那這個部分我們影片中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大大的失誤就是 因為我們是毀速的關係 那我們沒有溝通好 毀速在打雙目標的時候 導致已經有一根圖騰提早爆炸 所以我們要再打一輪 那王的技能主要有兩招 就只有獨條的斷法 他會給全團上一個疾病的DOT 這會增加補師的壓力 那因為DPS都在打圖騰的關係 那只有坦克要去注意這個斷法的動作 然後還有王地板上那個綠圈 就是王的擊飛路徑 那只要躲開來即可 好 現在看到圖騰我們已經差不多要處理完了 那王也要即將轉接 那坦克這部分 可以看到一轉接之後 我會直接把王拉到角落 因為開始王會增傷50% 這是一個崩潰戰 然後王會定期的在地板上吐濾水 那會限制場地 我自己打起來這個濾水會消 但是時間非常久 基本上要繞完一圈 所以對一個站位有一個嚴格的要求 可能未來在高層啊 暴君的情況下 有POSE血量特別多 那團隊可能要相對集中 然後來做一個比較嚴謹的站位 那可以看到我現在POSE 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拉 然後DPS也就是地板上的毒一格一格放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隻王 讓我感覺到最危險的地方 大概就只有疾病跌高的時候 因為治療 在壓力特別大的情況下 沒辦法做一個應急的驅散 那可能會導致驅散不夠 然後有些人疾病太高層 然後耳補不起來 看來這邊非常需要溝通的部分 那先在八版《決戰愛哲拉》之中呢 我們有語音部分呢 是有做更新的 在以前呢 大家都常常會用語音 就是RC YY Twitch 或是Discord 這四個語音系統 那或是乾脆不用語音系統 反正打隨機嘛 或是打M加 跟到了隨便啦 就打啦 那這次魔獸更新的語音系統 不像是以前 大家對於魔獸的語音系統 非常的不穩定 或是斷訊什麼的 感覺上是用Overwatch的經驗 所做出來的一個新的系統 每次加入隊伍的時候呢 玩家就可以自動詢問 你要不要加入語音啊 你加入語音後 你沒有microphone沒關係 你就聽就好了 大家可以彼此溝通 即使加入隊伍 經濟場 團隊 甚至是公會 甚至是社群 他都有一個可以直接啟動語音的 然後即使你沒有 沒有那個 把魔獸縮小 現在三王已經開戰了 對 然後這是 阿塔達達的三王恐龍 那這個王比較單純 可以看到開場 我選擇拉在這個角落 是有用意的 可以看到我們速視也開了門 這是王的第一個技能 全團恐懼 可以靠卡視角來做規避 那王還有另外一招 針對坦的技能 這是對我而言 我覺得壓力比較大的部分 王有一招流血 一個8秒的流血DOT 然後會對坦克造成50%的抑傷 這個王本身的基礎 物理攻擊非常高非常痛 那王還有一招定期追獵 他會去追咬一位目標 並且啃咬 那這是補師需要做單點治療的部分 被咬到的玩家沒辦法攻擊 所以我們要提早開自拔 也沒辦法放任何的技能 但是補師被咬的情況下是可以治療的 那施法職業的毒條是沒辦法的 所以有什麼龜殼無敵那些都要預先開 免得被咬上去的時候是被暈眩開不了 好這就是山王木裝網 木裝網看起來蠻簡單的 剛剛語音講到了 魔獸他們新增了一個語音系統 目前用起來其實是非常穩定的 基本上RC跟YY應該是能夠淘汰 比較專業級的Twitch跟Discord 還是可以保留它的地位 不過以一些休閒玩家來講 其實內建語音已經比你們想得更加完善了 已經是可以取代掉絕大部分的語音 不會再有溝通上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講 愛哲心的神器 新版決戰愛哲拉之中的神器 愛哲拉之之心 大家都對於愛哲心的神器 一定會感到反感 七版已經農得要死要活了 其實八版的愛哲拉之心 並不會像七版一樣很坑 沒有這一回事 只要有玩過測試服都會知道 很簡單 農起來沒有說農 你只要生物流暢 解解世界任務 會按照你的裝等 跟你的裝等是差不多的階級 那愛哲拉之心 掛勾就是愛哲拉護甲 那愛哲拉護甲呢 每件裝備都有特長 特長大概有三層跟四層的分別 四層的基本上滿級大都是四層 那特長呢 每件裝甲掉落的特長是固定的 你要看你的特長 職業的特長是什麼呢 就是看 直接打開地層導覽手冊就可以直接看 看起來我們已經到達我們的五 最後四王尾王囉 好那就是四王的部分 首先四王有三個重點 一個就是小蜘蛛 然後還有王滿能量的大招 碎塊 可以看到王現在毒碎塊 我們必須集中站位 然後出分身 然後直接一波A掉 可以看到影片中 我們直接開場一個爆發 就直接把一波分身處理掉 那地板上的那些小蜘蛛啊 不要碰到 碰到會有一個大量的AOE傷害 然後還有DOT 會影響站位 那王本身還有一招斷法 我個人建議 第一個斷法是給遠程斷 第二個斷法給坦克斷 這樣子可以去錯開來王碎塊的時間 免得DPS在躲碎塊的時候 沒辦法斷法 那斷法的COMBO 非常容易導致減圓 然後可以看到影片中 第二次碎塊 我們盜賊啊 近戰 包含近戰喔 也是要直接跑到遠程的方位 因為分身碰到王 會有一個大量的AOE 基本上跟滅團沒兩樣 21秒的DOT 補師是補不起來的 那看起來是非常的痛喔 看來副本就打到這邊囉 以上就是ASG 阿塔達薩五人的簡單攻略 那看起來這次的副本 看起來是有一點難度的喔 對 那我們差不多八版的故事內容 還有一些改版內容差不多是這樣 當然還有更多沒有介紹完的啦 如果大家有很多想要知道 或是想要了解的 可以到魔套世界的官方討論版去發問 我會在這邊回答大家的問題 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把現場還給分機台 好 感謝我們主播台的火腿跟早晨 wee 現在我們有還 HOW